接下来要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部分 有请第一位女嘉宾 首先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大多数人第一眼看到我 会觉得我很高冷 错 我明明是矮冷啊 熟了之后会发现 其实我性格特好相处 我不喜欢社交 我从来不喝酒 从来不去夜店 对 我很宅 不工作的时候 在家里画画 给客人设计稿子 自己一个人出去看看电影 遇到喜欢的人 也从来不会表露 不主动要有联系方式 但如果我主动了 说明我是真的动心了 我希望能找到一个 和我一样喜欢宅 两个人偶尔逛逛街 过着平淡温习的小日子 这样的生活 你愿意吗 平时大家见你第一面 觉得不好接触吗 不说话的时候是这样 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挺温柔的 喜欢什么样子的男生 喜欢有个性的男生 喜欢男朋友对你做什么 杂娇 恭喜顺利过关 欢迎你来到现场 欢迎 大家好 我是任嘉义 今年26岁 来自辽宁大连 我的职业是一名纹身师 我的爱情宣言是 爱和悲爱都不相爱 果然是一个蛮有自己风格的女生 来说对她第一印象吧 我觉得她头还有衣服 下半身是三个混 衣服又有点像要去打篮球的 下面又有点像要去玩滑板 混搭 非常混 她刚是对你整个风格做了一个评价 你需要有回应吗 不需要 不需要 第一印象 她张嘴我就知道她应该是东北人 就特别有个性的女人 挺厉害的 挺好的 我觉得你也挺好的 谢谢 接下来问问看今天你 这么有个性的你 是互动还是才艺 我想唱歌 但是我想请男嘉宾和我 哦 哎呦要请跟你合唱啊 对 请谁呀 徐迟吧 一直到我们都睡着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爱可不可以弄烟 单纯没有谁 爱我 靠着你的肩膀 你在我胸口睡着 像这样的生活 我爱你 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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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荡荡 我爱你 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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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起哄的时候 我觉得是在 开玩笑 因为唱了一首歌 拉着一个手 可能就 他们就起哄 唱歌的时候 拉着他的手 还是挺开心的 刚刚你们俩牵手了耶 哇 就是为了 符合一下气氛嘛 对 感觉怎么样 牵的那一刻 挺好的呀 哎呀 我想问问14号 哦 我问14号 就就就就就 就刚刚你牵我手的话 我瞬间就忘词了 哇 有少女孩子牵我手 他们都直接拥抱你是吧 哈哈哈 好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看 今天你的心动男生 到底会是谁 好吗 向前两步 好 啊 这个我发现 9号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方向性的 刚才在和嘉玉再讨论一下 我们觉得 一眼瞭望过去 15位男嘉宾 好像觉得14号男嘉宾的风格 和我们女嘉宾是比较搭的 哈哈 am i right am i right am i right yeah get so快乐 get so快乐 我 当时他们喜欢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那么明显吗 突然间有一种今天要提前下班的节奏 哈哈 但是我跟你讲 刚刚9号 在说这段话的时候 女嘉宾悄悄地看了我也说 烦死了 哈哈哈 你觉得他们烦死了 讨厌死了是不是 对 干嘛把一些实话这么早就说出来吗 哈哈哈哈 没有啊 哦 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准呢 难道你的心动男嘉宾是我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看过不说过 有的时候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而且越来越多人认为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状态 要不我们接着往下聊聊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对 不心动还不知道 刘亦正 不心动 我之前你 我觉得你可能会选的9号啊 或者是什么 对吧 他先怎么样了 他结果 一号一句话都没说哎 哦 其实倒不是因为他说我 怎么怎么样 是 就是因为他说过太多女嘉宾 所以说我要帮女嘉宾出口气 哈哈 我觉得的话 我也没有刻意去 就是讲哪个女嘉宾不好 我只是把他的基本外形特征描述一下 我没有带有攻击性的 你们不要对我这么有比喻 其实应该设置一个环节 就是每个女嘉宾上来都应该先评价一下 刘亦正 那这样这个环节从你前面这里 那要不是你先来了 你先来 感觉他贼逗 我也可以 我觉得还是 是在夸张你的时候 然后故意损你 关系好了才会有这种情况 我这一开始 我们关系好吗 就自来熟 就叫 希望可以跟你关系好一点 你知道吗 希望可以更加 那你就直接跟我说 你希望跟我关系好一点 那男孩子哪有脸皮那么厚的 你这个男孩子的脸皮很薄啊 刘一世 我觉得我挺薄的 我很容易害羞的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关键词 了解一下啊 女嘉宾 二次重生 后知后觉 自由人 前提是 女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二次重生 二次重生就是讲的是 是我去年发生的一件事 去年由于我的工作的原因 和身体的原因 重度贫血 然后晕倒在 在我家的那个楼梯里 那个时候我是要带我的 我家的狗狗去打疫苗 因为当时我的 给他打疫苗的那个证书忘带了 所以我就立马跑回去 因为我家住在三楼 所以说我就抱着他连续跑 跑上了三层楼 当我走出屋子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的眼前一黑 然后我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晕倒的 然后我就晕倒了 就是滚了好多层楼梯 然后我就躺在了地上 隔壁的那个阿姨 然后看到了我 然后她给我扶回到 那个屋子里面 然后在屋子里面的时候 我足足在我家的地板上 躺了三个小时 因为我当时真的已经 太重度贫血了 以至于我拿电话的力气都是没有的 然后当时我就是觉得特别绝望 通过这件事之后 我觉得我就是第二次重生了 我觉得以后 我觉得不管我多忙 我都应该按时吃饭 我都应该好好地爱护自己的身体 你的爸爸妈妈平时都是跟你 我跟我爸爸妈妈 平时就偶尔节日的时候 然后我会发短信问候他们一下 有什么事我都不会向他们 就是报喜不报忧这种 就我不希望这些事 然后影响到他们在外地的一些心情 因为他们是在外地嘛 因为我原来在上海的时候 我那时候减肥 我那时候就天天就吃白青菜那种 我也有这种贫血 擦眼云导的感觉 我之后就觉得 不能为了这些东西去搞得身体都不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 就觉得这样特别不好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 徐史听了这个故事之后 什么感觉 我觉得会故事 其实要学学班长 多吃点糖 平时的话 兜里面也放两个棒棒糖 就是拿电话的力气没有 那拿棒棒糖的力气肯定有 其实我之前也有一次这种 晕倒的经历 打完球 然后喝那个冰的饮料 你知道吗 然后一开始肚子疼 然后那天我爸喝多了 然后跟我睡一个房间了 然后没去我妈房间 然后万一我疼得受不了 然后我让我爸带我去医院 我爸说明天早上再说 他喝晕了你知道 然后我就第二天疼醒了 疼醒了之后 晚上大概天还没亮的时候 我就去厕所 我就站着上厕所 然后突然就眼前一黑 啥也不知道 我醒来的时候 就是就发现自己倒在了马桶旁边 还好没有倒在马桶里面 然后我就提上裤子 我爬到我妈的房间那个 然后就敲幕就喊救命 你为什么没有去敲 你跟爸爸的那个房门呢 我爸喝多了 当时那种感觉就是 爬过去那一段就特别难 你知道吗 很多体会女嘉宾的感觉 那种重生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前提是 这个是得偶的一个标准吧 就是我外表性格挺淡淡烈烈的 我的脾气也不是挺好 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很小女人 前提是你爱我 你是真心爱我 我真不信 我觉得东北女孩 小女人 就是 就是微小甚微 那我也是东北人 我觉得东北女人 在做事情上很果断 比如说没收男朋友工资 或者 今天这个月亮不是很圆 我哭了 我生气 我打你对 你温柔吗 我很温柔 然后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是我亲身经历 前女友什么的都这样 一段时间之后就 你不爱我 我咋的了 你看不出来我今天姓做头发吗 是 因为你没有遇到温柔的 所以说你不要说东北女人 大部分都是不温柔的 对就因为这一点啊 就是我确实我不是说一棒子打死所有人 是有温柔的 可能我不幸运吧 就是狼敲提问的时候你说你喜欢男生的特质是喜欢他跟你撒娇 对 但是你又觉得你喜欢自己小女人 就是你有小女人一面是吧 就是我大女人的时候的情况下 我就喜欢他跟我撒娇 你又要撒娇 然后你小女人的时候 他大男人的时候我可以做他小女人吗 我想想看这个人设也真的只有他了 最符合是吧 问一下自由人 可能由于我的工作的性质的话 我不太喜欢IT国企和银行职员之类的朝九晚五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跟他们没有生活交集 也过不到一块去 所以我喜欢比较时间能自由的 一开始他们一直在起哄的话 我觉得是在开玩笑的 但是后面很多次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我 真是的 要不要这么多关键词都这么明显啊 是吧 我觉得故事该讲的也都讲了 情感该表达也都表达了 接下来都是到了最终选择的时候 完美告白 为二来请选择 当他没有一个掌声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很失望的 还是很伤心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跟他的时间 我想先准备一下 当然 当然 其实你给我上来 我站在这里 想起和你曾经 离别 我之前有了解到你喜欢看书 是吗 所以今天我给你准备了这本超大的书 给徐迟准备这个场景的原因是 因为他比较喜欢看书 我想书写我们两个的故事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知道你一个人 是一直在一个人过生日是吗 我家人没有跟我过生日 但是我跟我家人关系还是很好 很好的 有爱放心里面吧 没有什么很多腻歪的事情 这样子 好巧 我也是 我从来不过生日 我也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你喜欢画画 我也喜欢 你喜欢做饭 我也喜欢 你做饭很好吃 不能讲很好吃 应该讲非常好吃 那我做饭也非常好吃 我今天有给你准备两道菜 这个是蘸醋花生 这个是凉拌西红柿 都是典型的东北菜 好吃吗 西红柿我很喜欢吃 你知道我为什么准备这两道菜吗 我想一想啊 西红柿 甜的 这个花生是糖醋花生是吗 对是醋的 酸甜 还是你讲话猜不出来 花生和西红柿 代表我们两个人 对一生一世 我们俩都在书上聊天的时候 感觉还蛮放手的 你觉得他还是 看了很多东西 你喜欢旅游吗 喜欢啊 但是喜欢是喜欢 但是可能现实的话 有一些工作的原因 没办法是说 经常出去旅游 那我的话我不一样 我想去哪 我 我 夹几就走了 比如说我已经读大二的时候 我想吃长沙的小龙虾 然后那天 星期五上完课 下午没有课 我就买了一张票 去长沙吃了个小龙虾 然后第二天 买张票回广州 就我是那种 说走就走 不管三七二十一 那你觉得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换一个地方 然后重新感受一下生活 其实每个人旅行的意义 但对我而言 旅行的意义怎么说呢 一个地方 目的地 它不是最重要的 我是 在路途当中 我会遇到很多人 我会进一家 那家不是饭店 是普通的一家 自己的房子 它不对外做生意的 然后我就去到家 我跟那个主人聊 我说 我今晚上可不可以在这里吃饭 聊聊 聊聊 它也很热情 然后一起吃饭嘛 然后晚上一起唱唱歌 听他们讲它以前的故事 我是自我旅行当中 最享受的一个东西 我们站起来 我觉得你 很酷 你觉得我酷吗 我不是喜欢你哭不哭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 之前有很多女嘉宾 选你做不心动 原因是因为 说不喜欢你的胡子 但是我就喜欢 留胡子 输油头的男生 我就是要告诉他们 今天我就要让你做我的心动 并且我不希望以后 你做其他女嘉宾的心动 我就要让你做我的心动 我爱分 什么 到自己都也不想等 忘记了 自己的责任 忘记了抵抗脆弱的天 我不管了 就刚刚你牵我手了 然后我瞬间就忘记了 他大男人的时候 我可以做他小女人吗 我就是要告诉他们 今天我就要让你做我的心动 并且我不希望以后 你做其他女人的心动 她可能本身是一个 很丰富的一个女生 内心 但是她在台上的话 表现得我感受不到她 就不确定我也不感受 角色性感到在一起 我觉得 我们真的很多 不一样的地方 你可能你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看电影 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干嘛 干嘛 你可能是平常心 或者是比较忧伤的 但我是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 我是很快乐的 可能这就是我们之间 不一样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 其实 你很好了 其实 感谢你 感谢你 你还有一点就是希望你 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要 再晕倒 多补充一点 营养 当徐迟拒绝我的时候 我觉得 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也有感觉到 所以我的内心 也挺失落的 无论 你去到哪里我都会想你 加油 这片草地承载了 徐迟跟嘉宜刚刚短短 的巨断时间的相处 其实我就想跟你讲一个信息 有一个信息 他之前在聊天的时候没有说到 他有一个初恋男朋友 对他非常好 很爱他 他那时候性格也脾气比较暴躁 他们常常争吵 结果在一次争吵过后 他男朋友出了车祸 因为这件事情对他影响非常的大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后来也抑郁了 在他的妹妹帮助下走出来 所以其实我只想说 你可能感知他内心 跟你的内心会不太一样 可能也跟他这些经历都有关系 所以讲出这些细节 其实也是希望嘉宜 希望真的有一个男人出现 你理想中的男人出现 能够抚平你内心的创伤 能够陪你一起去你想去的地方 再次祝福嘉宜 掌声欢迎下一位女嘉宾 欢迎 对我来说 朋友是一首Always with me 顾名思义永远在一起 虽然有些许哀伤 但能感受到对我的陪伴 暖暖的 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我的人生是一首忧伤还是快乐 欢快的节奏配上悲伤的旋律 静静地听 却别有一丝韵味 就像是我的生活 悲喜交加 由悲转喜 由苦到干 我的爱情是一首拉拉烂的 也称之为越来越爱你 我向往可以两个人相互危机扶持 共同上进的状态 愿在这个复杂的世界找到合适的他 使者狼乔提问 你的朋友是怎么形容你的 榴莲味 为什么会这么形容你 因为喜欢吃榴莲 有多喜欢他 每周一个 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幽默 恭喜使者 欢迎你来到现场 大家好 我叫史哲 来自浙江杭州 今年23岁 我的爱情伸延是爱是理解 不是禁锢 欢迎史哲 我发现你讲话的语速 跟你走路的这个速度 特别的接近 特别的散爽的感觉 走路特别快吧 我老家是东北的 所以比较直爽 又是东北女人 但你这个老家是东北的女人 现在是生活在杭州 对吧 对 所以你是老家是东北 你自己出生在哪里呢 我出生在吉林长春 就出生在东北 那是什么时候到杭州的 我是大学毕业 就是今年 才到杭州啊 对 我们现场的东北老乡 8号是吧 他也是吉林的 哦 吉林 吉林哪里 长春 哦 你也是长春 哦 对 挺好的 挺好的 我觉得又遇到一个老乡 这旁边这个放的是 你今天现场要演奏的 对 是吧 那要不要先来一曲 有一个男孩 爱着那个女孩 对 啊 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5号和6号这个 哇 这么惊艳到你们啊 5号 不是我就是觉得就是女孩子 虽然你弹钢琴你失误了 但是你继续就让人生这个态度 你知道 然后不要停还是要继续 所以就特别棒 所以我就是 哇 不是 龚敏你不记得他了吗 啊 我刚才在视频上面问过我的 我真的不记得他 我 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 然后 嗯 跑到那个练舞蹈室 我说这边安静一点 我在直播 然后我跟他连麦 你知道吧 对 然后 然后我说这有个女生在弹钢琴 他说他要看看 然后他们俩还打招呼 他说他是方家喻 然后女嘉宾说 对对对 女嘉宾说 你们都是这样败坏方家喻的名声 不是她说的 然后女嘉宾说 原来你就是方家喻啊 怎么跟电视上不太一样 是的 我现在记得了 这是真的故事 然后然后他让我关注他微博 我说 我说那我一会儿关注吧 那个班长走了之后 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关注呢 我都想 那我答应他了 我还是搜一下吧 然后我就找方家喻 结果你关注了方家喻没有 对对对 关注了 我还没关注了 我还没关注了 你有没有发现 昨天发现你突然长了一个粉 但是但是我发现不是他之后 我又去关了 去关了 所以今天说话了 回去再关注一下 因为我跟耀佳蛎蛮熟的 然后一看到钢琴 我们就互看一眼 因为耀佳的钢琴非常的厉害 哦 邀佳要不要现场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好不好 来来来 这下方的东西 是 在旁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台钢琴嘛 然后那个时候就天天被老师打手手背然后打手心 因为那时候比较演嘛 然后就这样练了十年左右 练了十年 对 所以共勉 也说他小时候在演 所以 被秀踢一下 谢谢大家 这个 我会弹钢琴 但是我觉得这是女孩子的舞台 我就是也是一下我会弹钢琴 好 来 接下来 那就到你的时间了 选择一下心动不心动 看看刚刚弹琴的人会不会更加一些分 牙壮 好 可以 很高 نا 他 接下来说一下你的不心动 谁 六号吗 五号 为什么 他骗我 他说他是方家月 我要选两个 还有一个 还有那个班长 他跟着他一起骗我 他说 视频和本人长得不太像 所以说我是帮凶是吗 所以说两个不行 李孟然 我想知道了解一下女嘉宾的关键词 特别好 我跟你说 李孟然都会带节奏了 是吧 好好好 来那那咱们就聊聊关键词吧 了解一下 特别的爱好 教我一种方式 少一句对不起 我不喜欢 我想问一下 少一句对不起 一般不是都希望多一句吗 怎么会少一句呢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在特别不懂事的时候 当时十六七左右吧 然后那是我姥姥刚过世一年 我妈就一直想去我姥姥的几日 然后我有一个妹妹 当时她才两岁 所以让我照顾她 但是我当时就自己跑出去玩了 当时我妈也没说什么 但是现在想起来感觉很难过 对 所以想对以后对她好一点 虽然她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抱歉的 对 我想问一下 我不喜欢 不会是我吧 我不喜欢 不是的不是的 是因为我和之前的男朋友 就是我去她家做客的时候 因为我很怕猫 但是她非常喜欢猫 她整个客厅那个笼子里边 全都是猫 就很多 然后我自己去卫生间的时候 出来发现 我不敢走出来 然后我就叫她 然后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但是我叫了好久好久 我就是等她醒了之后 我才出来的 所以我以后我觉得 不能接受的是 我还是要提前说清楚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因为你挺怕猫的 对不对 就是我有恐高症 一般阳台上面 我都不敢出去的 真的 然后就是两个礼拜以前 我去了新西兰 然后那边有一个 世界上最高的一个秋千 然后她只有300米 我就做了一个人生决定 我在想 我都30岁了 不会游泳 已经挺丢脸的 又怕高 真的 我就想突破一下 我自己的极限 然后我就上去了 然后我就 我真的不怕高了 所以真的 我觉得能突破你的 一种不喜欢 或者是一种害怕 是一种非常 就是很过瘾的感觉 就人生 我觉得有机会 一定要去克服一下这个 真的是会改变你的生活的 起码对某些事情 所以你是就是 以后你男朋友是 绝对不可以养猫 没有 我可以接受他养猫 但是他 要多照顾 照顾我一下 就是不能让猫 出现在你的面前 也不是不能出现吗 看着他固定在那 他不要 就是感觉不要伤害我 那种 给他锁起来 给那个猫锁起来 可以放笼 这边 行吧 我觉得也行 那那些特别的爱好 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吗 广场舞 可以表演一下吗 就是我们一起啊 可以就是跟男嘉宾一起 所以想跳的男生都可以上来 是吗 选四个吧 好四个你先选 一号 五号 七号 十号 好 好 来 有请 飞开始 飞行跟在飞昂 泪出在小巷 我最爱的人 能和我一起唱 在震荡聚一杯 为你相互相 我最爱的人 我是梦湖 包眼神 和我的姑娘 我们半夜在外面跳这个舞台 不要被包紧 要被抓走 好谢谢四位 我觉得现在他们真的是在舞台上彻底的放飞自我了 对 要开心 没有任何拘谨的感觉 那接下来我们就选择了 好不好 完美告白 为而来 请做决定 我看到这个女嘉宾还长的时候 就是说深深的被她的女生 她的女生 跟别人有很多遗忘 我那些好像蛮惊喜的 我觉得她也很有才华 可以敬仰 有请六号 嗨女嘉宾你好 我叫谭小家 首先 我的名字本来就是一种幽默 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幽默的男生 因为汤耀佳三个字 然后在你吃火锅的时候 你时常会听到火锅店的店员说 先生汤耀佳吗 而且我觉得其实 你是一个蛮平易近人的女生 因为以前我喜欢的女生都是 比较看起来比较 高冷是吗 比较高冷 然后比较凶猛那一种 然后我很欣赏你的歌声 因为其实弹唱我并不是那么厉害 但是我只会就是秀秀自己的古典 这样子 所以第一次然后有一种 觉得说有个女生 那也许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谈谈情啊 会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 然后希望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也让我多了解你一点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像其他的男嘉宾一样 你喜欢个子高的男生对不对 对 我没有他们那么高 但是还是比你高一点 然后 然后 呃 你愿意带我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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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然后有一种 觉得说有个女生 那也许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谈谈情啊 会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 都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你愿意带我走吗 你愿意带我走吗 当朋友家为我告白的时候 我还蛮惊喜蛮感动的 其实你刚刚弹琴的时候 还是挺迷人的 然后也很有魅力 但是 嗯 我 还是 选了我自己的心动男嘉宾 所以 你很优秀 对不起 嗯 嗯 对 我需要准备一下 然后可以把男嘉宾的椅子圈转过去 好 请一号刘玉正转身 当时有一点点感觉 他可能心里面的事 因为他讲他是很幽默的 然后他可能是有点 我刚好才觉得这几点 我都比较忙 你熟悉这辆公交车吗 我大学校门口 321 我之前有看你直播 然后看见你说 你大学的时候 不管是心情好还是不好 每月都至少坐一次公交车 然后环绕一周 什么 习惯了 那个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喜欢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 听歌 然后再坐公交车 因为青岛这个公交车 它是绕着青岛转一圈刚好 我觉得特别好 各位乘客 您乘坐的321路公交车即将发车 还没上车的乘客 请尽快上车 车要开了我们上去吧 我们上去吧 这个我记得超级多站 有70多站 70多站 对 我学校去了中间 所以你很熟悉这个站了 我非常熟悉 那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一个站和最不喜欢一个站是什么吗 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轮渡站 因为它是起始站也是终点站 所以我坐在这等你的话我就不会错过你 然后陪你走到中间 然后陪你走到中间 所以 爱是好 故事有几句特别能触碰到我内心中最柔软的那个部分 我想 我想 我想那个小时候看那个千语千询 就有一段话讲的特别好 人生是一辆列车 你是从仇做到尾 有的人会上车 有的人会下车 很少有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讲我们看起来 我特别容易特别喜欢笑 特别喜欢搞笑吧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 其实我难受的时候 就像别人讲 在马戏团小丑表演的时候摔了一跤 那就是越开心的人 其实越容易难受吧 透过屏幕了解到的刘依正 她都是开开心心的像开心鬼一样 但是当她跟我说小丑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心疼她的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我想我可以陪着你 我跟她在聊天的时候我感觉我是一种比较放轻松的状态 会愿意把我的心声说给她 我就愿意去跟她分享出一件我心里真正想的那些不舒服 一般不会去跟别人分享的故事 那你就是坐公交车的时候一般都喜欢听什么歌 《蜜蜂》 一首歌我听了六年 当我说我最喜欢听那首歌叫《蜜蜂》 然后女生她一下唱的时候 感觉实话我当时非常的差异 我没有想到她会唱这首歌 是谁把冲动 说成青春即躁动 以为还是无流 一个人已沉默 两个人太啰嗦 有话题的时候 人生是一辆列车 你是从丑坐到尾 有的人会上车 有的人会下车 很少有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就像别人讲 在马戏团小丑表演好像摔了一跤 他哭了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在无山岗 总有蜘蛛网 没有人在身旁指引方向 原来我真是看起来匆忙 我不希望你再戴耳机了 我想在你想听歌的时候 我可以在你的身边 现在还有实战就要到终点了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下车 我最喜欢的是轮渡站 因为它是起始站也是终点站 所以我坐在这等你的话 我就不会错过你 然后陪你走到终点 我倒数十个数 你考虑一下 要不要和我一起下车 十 九 八 七 我觉得 我觉得 我 我可能有点晕车 我要先下车 我觉得我 我不一定能跟你把这个车能坐到头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 我 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对她应该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就直接站起来 因为我不想骗自己也不想伤害她 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 确实 确实 我觉得我是中途会上车 但我的终点站不是跟你同一个终点站 那我和你一起下车就好了 我可以和你一起下车 我想下车的地方 和你想下车的地方可能不一样 谢谢你 谢谢你我 好 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 但是 我 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你特别漂亮 好 好 好 帮我下车 你给我一个拥抱吗 让我好好再抱你一下 你绝变 喜者加油 尸体到这趟 了解一下下一个女的下车 家里爬老三 上面两个哥哥 从小就是家里的长中宝 每天都会听到 宝贝快起床啦 女儿你要不要吃薯片 妹妹你喜欢吃汁口红吗 之类的话 如果我有一块蛋糕 我会把它切成五块 爸爸妈妈 大哥二哥 至于剩下这块嘛 当然是留给你的呀 因为只要看着你们开心 我就会觉得很幸福 这个有爱的大家庭 喂 你想加入吗 你好 我叫李妍希 李妍希狼桥提问 在家里最害怕谁 大哥 因为大哥生气的时候 我表情很凶 在家里跟谁的争执最多 妈妈 因为妈妈很爱收拾我的房间 你会做饭吗 不会 所以对会做饭的男生 会有特别的好感吗 会 特别是会为我洗碗的男生 恭喜李妍希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现场 哈喽大家好 我叫李妍希 今年二十二岁 来自深圳 我目前的职业是跟朋友合伙 开了一家音乐机构 我的爱情圈是 我爱你 不是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 而是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有没有谁想说一下 对李妍希低眼的印象 我觉得很漂亮 真的 我刚刚眼睛都快看直了 真的 是吧 就一出来就觉得很气质 然后我一直窝着跟共勉说 哇好漂亮啊 而且我很喜欢他讲话的那个语调 我觉得很有气质 其实你短片刚放的时候 觉得你极万千宠爱于一生 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 可能又是一个江生怪养的女孩 但后来听了你 后来说家庭 我觉得你很有智慧 先讲了你的家庭美满 你的孝顺 然后讲了你的事业心 我觉得你内心可能 跟我们想象的外表 可能不太一样吧 我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有魅力的女孩 我挺喜欢 挺欣赏你的 他把你整个到目前为止的 这个人生经历 都好好概括了一番 但我也不知道 就凭这么短短的时间 他讲的准不准确 确实非常准确 是吗 对 那我们一定要花时间 好好了解了 那么在此之前先看看 你这个女生会心动谁 上前两步 好 上前滑动选 主持人可能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节目 可能对大家不是很了解 我现在还不选心动男生 为什么不选 对 可以 不心动现在有吗 10号方家喻 你长得非常像我一个好朋友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惊呆了 确实真的很像 然后他是深圳的 所以我对你只有那种朋友感觉 没有男朋友的感觉 这个理由还好 不会让人那么不舒服 是吧 对 他是一个我很好的哥朋友 啊 好 接下来我们的关键题了解一下女嘉宾 坚强的后盾 一百遍 意大利情节 二次重复 我想问一下那个 意大利情节 意大利情节是我去过五次的意大利 因为我是高中时候读了音乐这个方向 我选择的方向是美声唱法 然后美声唱法 原地是意大利 所以高中时候就去了五次的意大利 去的城市是福尔伦赛 然后去到那里 基本上都是去听歌剧 或是一些美术展 那么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剧就是 费加罗婚礼的一个唱段 叫做你们可知道 然后我被他的那个创作背景 深深地吸引了 而且这首歌 我也选做我当时高考时候的一个曲目 所以当时听到的时候非常震撼 我希望以后还有时间去意大利的时候 我会和我那个心动的他一起去 你好女嘉宾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兴趣 就是我比较喜欢接触一点 就是自我介绍的语言 比如说意大利语 哦 所以你会用意大利语自我介绍 啊 Gongiorno Victoria Tiamo 欺负我们不懂意大利文 哦 是吧 我我听懂了 他因为Tiamo是意大利语的 我爱你的意思 对吧 然后这个是我喜欢 我喜欢你 那你我想问一下13号嘉宾 就是啊 你有对其他女生说过这句话吗 没有 我一般意大利语都是说给自己听的 说给自己听吗 因为你做个别人听也不懂 我问一下坚强的后盾 这是说你的两个哥哥吗 不对 是讲我爸爸 哦 因为就是我两个其实是学美术的 我家很多人是学美术 那他们都以为我就是可能走的方向都是美术 但是我是一个就是坐不定的女生 就是很好动 然后喜欢上音乐 然后当时候高中的时候跟就是家人们说 我要走音乐这条路 他们就不支持 觉得音乐这条路特别难走 全家人可能只有爸爸支持我走这条路 爸爸是从小到大 对我的任何决定都非常支持的人 到后面是要上提高班的时候 是要去找其他大学教授上一对一的课 那时候课时费还是蛮高的 那时候跟爸爸说 我要交这个钱的时候 他过来我房间坐下来 就是坐了很久都没有讲话 音乐看到他的就是眼睛已经就泛红了那种 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 就是有的话就说 他过了一会他才跟我讲 他说 女儿你能不能就是找一个不那么贵的教授去学 当时候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有点奔不住了 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 有钱但是能够上好的一点 但是没钱上一般的也可以 甚至说不上都可以 但是没想到就是可能对爸爸来说 他觉得会影响到我的前途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爸爸很爱我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去上了这个课之后 就是更拼命地去学音乐 然后就考上升大 然后我爸爸很开心 我小的时候跟你也感同身受 但是有点太小了 那时候是学前班 然后后来我妈妈给我穿衣服的时候 就说我妈就哭了 但是我很小 我看不懂 我还非常天真的问我妈说 为什么不去之前那学校了 因为那学校盒饭我吃 然后我妈说因为咱们家上不起那个学校了 我觉得这一点跟我挺像的 其实我更想问你一点别的 因为你的坚强后盾一看就是家人 我还不太想问 因为我的坚强后盾只有我妈妈一个人 以前我妈妈是单亲 然后我就一看到什么班长啊 就是家庭美满啊 一看到你有两个哥哥呀 有爸妈妈呀 就这种感觉我特别难受 爸爸是跟妈妈分开了还是因为 对分开了就是 很小的时候就分开是吗 对很小到四岁的时候 所以你对爸爸没有印象 有印象 我记画面什么的还是 四岁的时候的 对对对 后来就没再见过吗 后来就没有 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 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将来 我是一个男人 我有责任 我不会轻易地去生小孩 如果我选择去要一个孩子了 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 一个无论我们夫妻感情好不好 但是爸爸的感情一定要给他 妈妈的感情一定要给他 做一个完美的家庭 而不是只有妈妈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 就是跟妈妈在一起 对 我已经有五年没跟妈妈一起过年了 所以我第一期来的时候 看到那个 中秋节 对对对对对 我看到那个状态 我不行了已经崩了 但是我还现在我第一次来 哎呀不能哭不能哭不能哭 显得我好像有点坐一样 就是所以我不太敢面对这个问题 一面对吧 我就特别难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感同身受 就是关于坚强的后盾 我第一个想的是妈妈 然后相同的事情 也是想说因为钱 刚刚其实余伟博是想要 跳下面一个话题的是吧 对一百遍 一百遍是我一个感情经历 那时候是读书的时候 我跟他是 应该是暧昧关系吧 没有说破的那一种 然后那时候 他就约我去看了一个展 但是那个展很多人 然后他那时候就 突然就牵起我的手 然后我那时候就惊叹 因为他是那种 就跟我一样 就特别被动的人 我觉得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然后我就问他 然后那时心里还是 很心动的感觉 他还一直牵着我手 然后突然跟我说 他说 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那时候我就 心里肯定是答应他了 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被动的 他说出这种话是很不容易 然后就心想他能够对我受到辩 然后就一直没有拒绝 没有答应他 然后就是他一直要 就牵着我一直要那个展外面 然后一直说 真的说了上百遍 就是跟我在一起吧 跟我在一起吧 你那么跟我在一起 你那么跟我在一起 然后后来就是真的 走到我自己已经走不动了 然后我就心里想 他还很可爱 然后就想 那好吧 那我答应你吧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 心动的瞬间一百遍 因为你之前还没有选心动男生 是吧 对 刚刚这一番这个兜兜转转之后 现在有没有人觉得 能走到你的心里了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选择得出来 现在还没有选择出来 对 那接下来就是他们选择了 看看他们的表现 你在做决定是吗 嗯 好 我们就看看男生们的决定 完美告白 为她来请选择 她说实话 漂亮 她有气质 因为她非常有气质 让我感到非常心动 让我想着她告白去 当两个男嘉宾 为我转身的时候 其实我有吓一跳 我是没有想过 有两位男生为我转身 有请三号四号 有请 女嘉宾你好 那我叫庄庭伟 你好 其实我对声音也蛮敏感的 就是在一开始 你要出场的时候 我就对你的声音 我觉得非常温暖 那加上 我在我家 我也是最小的 我有一个姐姐 差我17岁 我还有一个哥哥 差我16岁 我妈是40岁 才生我了 所以我在家里是 备受宠爱 你也提到你是备受宠爱 但是我觉得 这不至于让我们变成是一个 有公主病跟王子病的小孩 因为这让我无时无刻 都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 给你的很多 所以我必须 时时刻刻 都要很努力 去回馈他们 不应该辜负他们的期望 对 确实是 再加上 你喜欢会做饭的男生 加上 又要洗碗 对吧 对 所以我自己在家里 是非常喜欢煮饭 我喜欢 邀请我朋友 一起到我家 来做饭 我很乐在于 就是享受烹饪的过程 还有洗碗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一个 非常吃苦 然后我觉得 也是跟你有 共同想法的人 那你愿意让我 共敬 与你 以后的每一顿 早餐 中餐 晚餐吗 一出来就觉得很稀奇 然后我一直 活着跟动物调 哇 很漂亮啊 而且我也很喜欢 她讲话的那个语调 我觉得很有气 你愿意让我 动静 与你 以后的每一顿 早餐 中餐 晚餐吗 我是很开心 你能够懂我的想法 就是因为 有 比较多的歌 姐姐的话 就是 最小的那个 都是会觉得她 就是很有公主病 但是我很庆幸 就是在这个台上 你还能够了解到 我的想法 但是 很遗憾的就是 我觉得 我刚刚听你说的这句话 我觉得你 很像我哥哥 做男朋友 可能我们之间还差一点 那么感觉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 你并不快乐 可能是因为 我们是你的爱 可是我要 塞尔男嘉宾 向我告白的时候 说了很多 跟我很相似的点 然后但是 他越说的时候 我觉得 他给我感觉 只有家人的感觉 离男朋友 我觉得 还有一点 差距 女嘉宾你好 你好 我叫李庚奇 咱俩都姓李 首先 我上来 我想先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 Tiamo 当三号男嘉宾 就上台跟我 用意大利文说 我喜欢你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有吓一跳 因为我没有想到 就是 他会那么直接地 说出 我喜欢你 因为刚才 我有注意到 你们说的那句 意大利语 意思是我喜欢你的意思 对 所以说我就 一直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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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上来 第一句就跟你说这句话 平常生活 我感觉 我自己挺无聊的 很宅 然后呢 一般 没有工作 或者没有事的时候 我就喜欢 宅在家里睡觉 玩游戏 每天都过得 拼命战胆开 新兴 我不喜欢去 和别人争吵 也不会去 特别大男子主义 或者是去 强制地 去约束什么东西 然后 我知道 你喜欢去意大利 喜欢听歌剧 虽然 我没有去过意大利 而且 我对音乐 也没有什么天赋 我也不会什么歌剧 然后 也不会意大利文 但是 我感觉 喜欢你 我还是挺擅长的 这次没想到 我今天现在在这里 遇到了一个 让我心动的女生 然后 因为时间紧突 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 然后 我身上有一条项链 这条项链 已经 我买了后几年 日日夜夜 陪伴了我很久 现在我想把她 其实心里 有点 小激动 有 非常的感动 你知道这一刻在我的眼里 你觉得你像什么 像什么 像我的女朋友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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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漂亮 真的 我刚刚眼睛都快看直了 首先 我上来 我想先跟你说一句话 你独人的相偎 是最好的你 陪我 我反望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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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以后 我有时间去意大利 你会陪我去吗 讲真今天 其实 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讲真我 特别懒 我没有出国国 但是 我其实一直挺想出国的 而且 之前我一直在想 我要出国的话 第一站肯定是意大利 好 我真心觉得李天琦 蛮聪明的 真的 就在那边不声不响的 哇 告白的时候 很有自己的风格呢 而且我也再次确定了 杨夕你真的好喜欢重复啊 这一块一百遍那个情景 恭喜两位 恭喜杨夕哦 希望你们意大利之行愉快 好不好 掌声欢送 那你平时会做饭吗 会啊 而且我做饭做的很棒 吃完之后谁刷完 这个肯定是我